臺南消防局南西分隊 興建工程 前年開始施工 不過蓋到一半才發現 在十九根柱子當中 有十六根歪了 由於這無法改善 只能和廠商解約 並決定打掉寵改 從地板往裡面看 工地內鋼條裸落 還有好幾隻柱子處在那邊 蓋到一半就停工 到現在已經快兩年 這個工地是臺南消防局 南西分隊的新建地 蓋到一半卻被發現 十九根柱子當中有十六根 都是像這樣彎曲歪斜 新建工程預算五千萬 預定為地上三層的建築 從二零二二年三月開始施工 預計二零二三年四月完工 但卻發現柱子蓋歪 只能打掉重建 對此也有明代針對浪費公堂 質詢消防局 來到南西分隊縣址 目前針對的聽設已經三十年 隊員從六人增加到十二人 但是聽設空間狹小 消防車無處停放 連附近加蓋的臨時防射 都是異銷提供 確實迫切需要新的聽設 包括施工包商 建造單位 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全案進度救濟 與相關司法程序中 只是原本預計在去年四月中 就要完工的新聽設 現在不只進度嚴重落後 還得打掉重做 消防弟兄想要有個安全工作的新聽設 不知道要等多久 記者文正恆 攤安報導